腾讯体育市北京时间8月6日,2018斯洛克玉山世界赛结束了首日争夺。 这个比赛是精彩分成,丁俊辉、威廉姆斯、傅家军都上演就在点女传好戏,除了精彩比赛之外比赛还出现了有意思的镜头,一向对于着装有着严格要求的斯洛克赛事,因为玉山当地近40度,得高温时的场馆太热,选手们纷飞取掉领结进行比赛。 在斯洛克比赛中,也是非常罕见的一幕,众所周知斯洛克比赛一直被称为是绅士的运动,比赛中有着很多特殊的习俗,自己犯规主动向裁判提出,运气球向对手致意,对手好球时球杆敲击台面祝贺等等。 除了一些习俗之外,斯洛克对于比赛又有很多规定,比如对于着装的要求就非常严格,正式比赛都需要正装系上领结参加比赛,甚至鞋子都必须是正装提鞋。 以前比赛中就曾经出现过,奥沙利文由于脚踝受伤穿运动鞋被警告,后来经过多次鞋伤,才得以穿和皮鞋颜色相应的运动鞋。 罗伯聚比赛中由于领结坏掉,裁判都要暂停比赛,拿一个新的领结让罗伯聚重新系上。 小活动也曾经因为穿了一双非传统的皮鞋,被摄像机镜头多次捕捉甚至给出特写。 然而尽管斯洛克有着这些严格的规定,对于违反规定的选手都要进行处罚。 然而本季御山赛首日球员能纷纷出来造反。 下午场为连姆斯比赛中,就因为场馆太过严热而取掉了脖子上的领结。 玩场,丁俊辉比赛中也是由于太热,丁俊辉也是罕见的没有细领结参赛,而这一举动也是得到了主委会的特学。 规矩天气预报显示,未来几天御山当地,都会是接近40度的高温天气,机感二度甚至会更高。 未来比赛中不细领结或许成为一种常态,而这也暴露出我们比赛组织在场馆选择上面存在的问题。 既然是总涨金高达73万磅的顶线赛事,或许还应该在硬件设施上继续提升,狂野之称CM免责声明,短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谢谢大家! 谢谢大家